大家好 我是小可怕 今天外面又下大雨啊 我们就不出去拍外景了 在家里整点吃的吧 还准备一点这个干笋 我们今天做一个磕肉 先把肉切一下 然后再去煮一下先 好 还是像上次做虎皮鸡脚一样 把这个甜有量到这个里面 把这个肉裹一下 四周全部裹上 现在我们放进去炸 炸好了再给它煮一下 前面剩下来的甜酒量也给它倒进来 再煮一下 炸起来给它放凉一点 然后再给它切成片 我们放半瓶老干妈进来 蒜末也放进来 把肉倒进来 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夹到碗里面来 给它摆整齐一点 我们再把这个干笋放进来炒 把干笋铺到这个壳肉上面 放到锅里面把它蒸熟 蒸个十多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都蒸好了 我们给它拿出来 你们觉得这个不像扣热啊 现在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样子就变成扣热了 这个有点烫哦 扣热就是这样做成的 虽然麻烦 虽然麻烦 但是吃起来很带劲的 我们来尝一块 很入味的 喵 还不错哦 喵 喵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喵